花莲县消防局特总搜救大队继吉安分队听设在1月22号落成启用 为了了解消防弟兄们的需求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召集人张正志 第二召集人张怀文 县议员吴东升林昆宗 徐雪玉田运新前往搜救大队进行业务考察 同时也听取打火弟兄们的需求 召集人张正志表示会全力争取填购设备增加救援能量 共同守护乡亲们的安全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召集人张正志 第二召集人张怀文 县议员吴东升林中坤徐雪玉和田玉新 31号则是来到花莲县消防局特总搜救大队 及吉安分队听取简报来了解业务的内容 花莲县消防局除了说明特搜队的环境之外 还有平时训练所使用的器材设备 大伙弟兄们则是提出添沟建设器材 来让大家做好体验的训练以及输压 召集人张正志表示则会全力支持争取 让大家能够补足能量做好训练的工作 这个考察消防局 这个特搜大队以及吉安分队这个厅舍 这个新建落成 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环境 我们的消防弟兄姐妹或者是特搜大队的一些成员 他们平时的训练都是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精良 所以才可以更令人敬佩的是 他们是无私的一个精神 在为我们相亲的这个生命财产来做一个守护 那么今天看的结果呢 这个他们的队员都精神斗手 这个平常的训练就是非常的扎实就对了 那么当然今天也去看了一下 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 也要有非常好的一个设备设施 来提供给我们这些这个弟兄们 所以才可以让他们在体能 或者是在他们的专业上 可以不断的提升 那么今天消防局也有提出一些 就是需要再充实的一些设备 那么我们保安小组所有成员的这些议员先进 也当场云落 也可以协助他们 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社会上好了 我们不只是环境好 我们的设备也要好 更重要的是 要适时的鼓励支持 这些消防的弟兄姐妹们 让他们更有信心 也更有实力 来为我们花蓮的相亲来服务 所有花蓮县消防局同学们 则是带领花蓮县保安小组的议员同伦们 主动来说明特殊队的平时训练环境 健身器材设备以及基础的生活环境 欢迎县议会保安小组召集人张志志表示 希望透过考察的行程 平时来关心大伙弟兄的各项福利 以及建议 拥有好的训练环境 在救灾的时候才能够失半功倍 记得终于建议下方道